第656集 悔之晚矣 明正想把莫小瑜撵走 但是莫小瑜根本就不想走 他也没办法 只能是把莫小瑜带在身边 到了自己住的禅房前 借助这个机会督促莫小瑜练习拳法 莫小瑜无奈 只能是按照明正的要求 一遍一遍的练习 有时还会和明正对打一反 不过这倒是让莫小瑜受益匪浅 因为单单是自己练习 起不到作用 可是和明正这样的高手过招 就能够找出不足之处来了 另一边 明空是一边走一边看着周围 要是在平时 他还会为梅文萍带一点喝的东西 但是今天实在是不方便 只是给梅文萍带了几个馒头 和一块咸菜 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俗啊 梅文萍看到明空拿来的饭食问道 你还是不要在这里待了 你得立刻离开这里 这里怕是被人给盯上了 明空惊恐地说道 什么意思 被谁给盯上了 梅文萍也顾不得吃东西问道 你还记得那个墨小鱼吗 他突然到寺庙里来了 而且还不走了 要在这里住几天 这寺庙就这么大 我要是一个不注意 被他找到你 怎么办呢 明空问道 他来这里干什么 梅文萍问道 哎 这件事 是我不对 在几个月前啊 他到寺庙里来 我看他资质不错 想收他为徒 而且出手阔绰 还因为他和唐州市里的几个高官家属 关系密切 所以我就想着 把他发展一下 就让明正教他功夫 没想到这家伙还真是那块料 这事反倒是做的夹生了 明空低头说道 那这事上面知道吗 梅文萍冷眼问道 不知道 这是我自己的事 明空解释道 不知道 上面不知道没批准 你居然敢私自干这种事 这里是安全屋 登附了多少人的安全 你居然 哎 算了 这也不是我该管的事 梅文萍低头说道 你现在很麻烦 留在这里 可能会把我也给暴露了 所以你必须走 立刻离开这里 明空说道 这个墨小鱼到底什么来头 以你的功夫你把它除掉就是了 如果这里不方便的话 可以到市区除掉它 你肯定能做到的吧 梅文萍非常没脑子的问道 我去除掉它 万一暴露了 这里谁来负责 我花了多长时间才有今天 你居然会这么说 你真是没脑子呀 明空怒道 那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怎么办呢 梅文萍不想走 他知道 虽然这段时间的风声小了很多 但是还没完全过去呢 可能自己连唐州城都出不了 就被抓住了 所以绝不能离开这里 你说的除掉它 倒不是不行 但是这事我不能出面 你肯定也不行 明天吧 明天我想想办法 明空说道 因为明天是令狐兰心 约定来这里的日子 到时候可以让外围的人 把墨小鱼除掉 因为他也发现了 这个家伙对自己来说 早晚是个祸害 练习了一个多小时的拳法 墨小鱼和明正都感觉到累了 此时正好有僧人前来告知明正 说是方丈在找他呢 于是明正嘱咐了墨小鱼几句之后 就去前院方丈室了 明正到了明空的禅室外 叩门问道 师兄啊 你找我 师弟啊 进来吧 屋里说话 明空在屋里说道 明正推开门进去之后 看到明空正在侦查 进去之后 按照明空的手势 坐在了他的对面 双手合十 结果明空递过来的茶杯 将其放在茶盏上 重新端起来 喝了一口 墨小鱼那孩子还行吧 明空问道 啊 还可以 他只是俗家弟子 在有些事上难免有些过了 还请师兄多包涵呢 明正双手合十说道 我来找你啊 也是想和你说说这件事 我是方丈 要对寺里的僧侣负责 无论是俗家弟子 还是我们沃佛寺的弟子 都要负责 但是我最近 接到了不少的反应材料 说墨小鱼 打着我们寺院的旗号 在外面坑蒙拐骗 这事你知道吗 明空问道 不知道 明正一愣说道 这话一下子 也把明正给问蒙了 墨小鱼能干过这种事吗 这不大可能吧 但一想到这家伙 很少在寺庙里居住 这一次却主动的 留下来跟自己学功夫 这也确实是够诡异的 我是他的师父 您也是他的师父 那您看这事怎么办 明空问道 明正看向师兄明空 从他的眼神里看到的 分明是容不下墨小鱼的意思 难道墨小鱼真的惹祸了 而且还是不可饶恕的大祸 这让明正有点犹豫了 明正啊 这件事还是要早做决定 我是他的师父 所以我决定解除我和他的师徒关系 以后他在社会上的一切事情 都在和我佛寺无关 免得到时候被人找上门来 那就完了 解除师徒关系 明正一愣 没想到自己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但是你明空可以解除和他的关系 我可不能啊 自己还指望着这小子 替自己付十年之约呢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让自己去哪找合适的人去啊 对 那你的意思呢 明空问道 师兄 我不同意这么做 现在不是还没人找来吗 而且我也没听到 不利于我们沃佛寺的言论吗 再说了 即便是有 谁能证明是莫小于做的 明正皱眉问道 师弟 你不信我 明空问道 我只信自己的眼睛 明正的话差点将明空噎死 虽然平时呢 明正和明空就不合 但是也只是暗斗 从来没有这么挑明过 这让明空 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来明正为了莫小于 要和他俩撕破脸了 师弟啊 等到出了事 就毁之万一啊 明空语重心长的说道 那架势看起来啊 就像是一个敦厚的长者 但是明正呢 却不吃这一套 那你不要他 我要 我看这个孩子 是个学武的好材料 他要是出事 由我担着 明正说道 明空看下明正 两个人就这么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肯让步 最后明正说道 师兄啊 有什么有其他的事 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 不管明空的脸色如何 静止出去了 我只是在这一段时间里 我不是故意的 你会有什么事 我不是故意的